你好,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设计思维玩转创业 这本书的周恩版大约有十万字 我将会用大约二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 如何运用设计思维高效解决创业问题 先给大家说一个故事 大家现在出门应该都会用到带着两个轮子或者是四个轮子的拉杆箱 可能你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细细的 一个皮箱加几个轮子再配一根杆 这样走动起来就方便了很多 这个东西一定是人类发明了皮箱和轮子之后 自然而然就设计出来的 但其实还真不是这回事 行李箱早在18世纪就普及了 但是有轮的行李箱直到1972年才出现 而且还没有杆 只有一条皮带用来拖着走的那种 而我们现在常用的那种比较轻便的拉杆箱 1991年才出现在市面上 还是美国西北航空的一个机长发明的 一开始机长只把这种拉杆箱 卖给其他的机长和空城 结果大家都说挺好用的 很快就卖光了 这下机长高兴坏了 索性辞职专门开了公司做拉杆箱 那这家公司后来也成为了现在大名鼎鼎的香包品牌 TravelPol 那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呢 这么简单的改良 竟然花了200年才想到比研究登陆月球的时间还要长 那因此从这个故事当中也可以看出 我们人类其实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 也缺乏创新和变通 而这刚好就是这本设计思维玩转创业想要解决的 作者杜少基就觉得 如果设计思维能早点出现并普及 那么很有可能会涌现出更多简单有效的改良 设计思维玩转创业 虽说的是设计思维 但是这个设计思维可不是指单纯的应用在设计行业的思维 也不是指那些设计师们常用的思维 而是一种通过用于各行各业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创业 工作和生活问题的思维方式 它的特点是以人为本 也就是围绕用户需求来做产品的服务 通过运用设计思维 创业者能够挖掘出消费者的真实需求 能够找到真正有潜力的好点子 有价值的机会 从而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本书的作者杜少基是一位创业经验丰富的香港事业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曾经在香港大陆和美国 创办了多家进出口贸易和物流公司 杜少基这个人不但是个成功的商人 还是一个爱好非常广泛的人 业余生活非常的丰富多彩 他曾经担任过多个非盈利组织的顾问 做过很多志愿工作 还担任过合唱团指挥和话剧团团长 丰富的精力使得杜少基 有机会接触到各行各业的精英们 在2000年的时候 由于工作原因 杜少基和管理学大师彼得·格鲁克 进行了一次深度交流 结果格鲁克的睿智与眼界 让杜少基非常的佩服 而这次交流也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后来杜少基担任了北京的 彼得·格鲁克管理学院的荣誉院长 一直积极推广格鲁克的管理学思想 在这个过程中 杜少基就接触了不少国内外的创业者 发现大家都有老大男问题 那就是不知道要做什么 不知道用户到底需要什么 无论是产品还是商业模式 总是会陷入到高度同质化的状态 毫无新意 最后只能一起保偿恶性竞争的苦果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杜少基就从格鲁克著名的 以人为本观念中找到了解决办法 那就是运用设计思维 因此也就有了这本设计思维玩传创业 好那介绍完了本书的基本情况 和作者的概况 那么接下来我就为你来详细的讲述 书中的重点内容 我将分成三个重点来为你讲解 第一个重点是 传统的产品思维阻碍了创新 第二个重点是 运用设计思维解决创业问题 第三个重点是 设计思维的六步法 好那先来说说第一点 传统的产品思维阻碍了创新 这几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都掀起了一股创新创业的热潮 各种独角兽新秀 潜力公司排行榜层出不穷 社交媒体都在大力的宣扬 年轻创业者 什么三十岁以下的创业精英 九零后创业偶像之类的 看上去好像全世界的创新力 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事实远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光鲜 作者杜烧鸡就觉得 绝大多数的创业者 其实都是缺乏创新能力的 因为传统的以产品为中心的思维 抑制了创业者的创新能力 那说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了 什么是产品思维呢 所谓的产品思维 就是以产品为中心 所有的行动和决策 都是围绕着怎么使产品质量更好 举一个例子 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汽车刚刚出现 人们的接受度还不高 著名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 非常清楚人们的这种根深蒂固的产品思维 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我问人们 想要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他们很可能回答 要一匹更快的马 因为当时大部分人的代步工具还是马 只想着怎么样能够使马跑得更快 没有想到 可以用一种全新的交通工具来代替马 这就是典型的产品思维 好 那相信你已经明白了 什么是产品思维了 也就是围绕着产品本身来制定计划 和行动方案的思维方式 你可能觉得那时的人们很可笑 但其实今天的大多数创业者 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也是在用产品思维来创业 也因此最后大多数人还是会失败 为什么呢 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杜少基认为 产品思维使创业者更愿意 一窝蜂的去跟风模仿 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都缺乏差异化 这样当然就很难脱颖而出了 举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流行的共享单车 OFO是第一家 后来大家发现了用户还挺爱用 盈利模式也挺靠谱的 挺有前景的 就一用而上 市面上出现了摩拜 小兰 哈罗 库奇等一大批共享单车 虽然说颜色各有差异 但是商业模式和用户体验 实在都是差不多 就连营销推广的打法 也是出其了一致 先融资 然后疯狂的烧钱拉用户 扩大规模 然后用漂亮的数字 再融资再烧钱 根本就没有打住差异化 因此时间一长 资本市场不耐烦了 不愿意光出血不回本了 不好融钱了 共享单车 也就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了 哪怕是融资数量最高 最被看好的摩拜 也难逃被收购的命运 其实相似的一幕 这几年都在一纸的轮番上演 最开始的摆团大战 网约车大战 再到刚刚结束的外卖大战 最后的结果 差不多都是老大和老二合并 其他的小玩家黯然离场 这就是盲目模仿 恶性竞争的后果 整个市场变成了一片红海 只有实力最强的那家 能够活下去 其他人就不得不狼狈推出 其次以产品为中心的思维模式 还会使创业者陷入到 闭门造车的困境 跟不上用户的需求变化 从而导致创业失败 举个例子 一百多年前 有一家英国公司 一直向印度出口五金产品 当时在印度卖的最好的挂锁 是一种很便宜 但是很不牢靠的挂锁 用一枚别针就可以轻易的打开 后来到了20世纪20年代 随着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 印度人的收入增加了 这种挂锁的销量却突然下降了 看到这个情况 公司老板自然就觉得 肯定是因为现在大家钱多了 以前的挂锁太不安全了 所以大家都不用了 于是老板就重新设计了一下挂锁 质量比以前强了不少 没有钥匙根本就打不开 但是让老板没有想到的是 改良之后的挂锁依然卖不出去 由于印度一直是这家公司的主营市场 这次失利的影响可是不小 几年后 这公司就直接宣告破产清算了 这就是典型的 因为一心想着改善产品质量 忽视了用户的实际需求 从而导致失败的例子 好 那相信说到这儿 你已经明白了 为什么杜烧鸡说 产品思维阻碍创新了 一方面 这种思维 让创业者普遍更愿意 跟风模仿 缺乏差异化 另一方面 也让创业者察觉不到消费者的需求变化 没有办法及时的抢占市场 好 那下面总结一下第一个重点 传统的产品思维实际上阻碍了创新 因为产品思维 使创业者更愿意跟风模仿 缺乏差异化 很难在红海中突围 另外 产品思维也是创业者 不能敏锐的觉察到消费者的需求变化 更别说赢得市场了 好 那以上的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一个重点 传统的产品思维阻碍了创新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呢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运用设计思维来解决创业问题 前面说了 传统的产品思维过时了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被沿用了这么多年的产品思维 现在却过时了呢 因为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 生产力的提高 我们进入了一个产出过剩的时代 市面上几乎各种产品都是功大于求 所以在以产品为中心 着眼于提高质量的思维方式 肯定是行不通了 那么什么思维 更适合现在的商业社会呢 不妨换个角度思考一下 产品太多了 稀缺的就是消费者 所以关注的重点 也应该自动变成消费者才对 这种以用户为中心的思维 就是设计思维玩转创业所说的设计思维 再具体点说 设计思维其实和产品思维完全相反 是以用户为中心 一切围绕着用户需求来做产品和服务的思维 举个例子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苹果公司 创始人乔布斯对设计可谓是精益求精 永远都是以用户为中心 想方设法把技术融入到生活之中 让用户体验更好 最后才成就了伟大的商业巨头 说到这儿 还要强调一下 设计思维可不是作者杜烧鸡创造的 这个概念最早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 美国著名的设计公司IDEO所提出的 这家公司把设计思维运用到了很多的领域 成就了许多企业 比如苹果的第一支鼠标 世界上第一台掌上电脑等 都是来自于这家公司 同时很多世界500强企业 比如IBM微软等 也都很赞同这个思维模式 并把它应用到自己的公司 也间接的把这个思维发扬光大了 好那相信啊 你已经明白了什么是设计思维了 就是以用户为中心 设计产品和服务的思维 说到这儿 你可能会问了 为什么一定要用设计思维呢 它有什么好处呢 设计思维最大的好处就是 能够帮助我们挖掘出用户的真实需求 甚至是连用户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说不出来 但确实存在的需求 举个例子 还是继续刚才提到的 英国五金公司向印度出口挂锁的故事 当时印度市场上 其实还有一家五金公司 但是规模很小 连前公司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那你可能会觉得 大公司都破产了 小公司肯定也过不好了 但是结果可不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小公司老板就觉得 挂锁卖不出去 可能不是因为质量问题 而是人们的需求发生了根本变化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 老板就派人深入实地去调查 细心观察居民使用挂锁的习惯 结果这一下不得了 老板终于发现了隐藏在背后的真相 原来人们使用什么样的挂锁 和他们住在哪儿有着很大的关系 对于住在乡村的人 挂锁这种东西带着一点迷信色彩 小偷一般不敢也不愿意去偷 怕遭到报应 所以钥匙根本就没用 还总爱丢 但是对于住在城市的中产阶级 牢靠的锁就是必须的 以前的老式挂锁太不安全了 所以没有人买 这个发现如果不是深入到用户中 去观察研究 可能永远都问不出来 那这就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好处 想明白了这一点 公司立马就做出决定 干脆根据不同用户的需求 生产出两种类型的产品 一种是针对乡村用户的 没有锁头和钥匙 只有一个简单的拉栓 虽然便宜 价格是老式挂锁的三分之一 但是利润可是厚值的两倍 还有一种是针对城市的中产用户 非常的牢靠 足足配了三把钥匙 售价也比老式挂了两倍 利润也高了不少 结果这两款产品一上市 马上就赢得了用户的青睐 迅速占领了印度市场 这家公司在短短的两年内 就成为了向印度出口五金产品 最大的欧洲公司 这就是利用设计思维 挖掘出人们的真实需求 从而获得商业成功的例子 好 那相信你已经明白了 为什么杜少基说要用设计思维了 因为设计思维能够帮助创业者 发现用户的真实需求 从而生产合适的产品 制定出正确的策略 好 那接下来总结一下第二个重点 所谓的设计思维 也就是以用户为中心 围绕着用户的体验和需求 来设计产品的思维方式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 能够帮助我们挖掘出用户的真实需求 从而赢得市场和消费者的青睐 好了 那以上的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二个重点 运用设计思维来解决创业问题 那么设计思维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 这就是接下来要说的第三个重点 设计思维的六步法 有人可能会问了 设计思维不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吗 应该就是几个抽象的思路吧 其实不是的 设计思维玩转创业里提出的设计思维 其实是一套完全可以付诸行动的方法论 实操性很强 我们完全可以当作工具书去用 那接下来呢 就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六步法 一共分为六个步骤 分别是基本认识 亲身观察 观点陈述 凝聚重点 原型制作和测试反馈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分别来看一下 第一步是基本认识 所谓的基本认识就是指 从不同的渠道收集与项目有关的资料 以便对整个项目有一个完整而充分的了解 那么为什么这要作为第一步呢 因为好多人对创业都有一个认识务区 就是总是觉得把人家已经很成熟 或者成功的生意拿过来 继续保持原样 经营下去就可以了 其实才没有那么简单呢 了解的不够深入 对产品 行业 商业模式等问题一知半解 很可能使我们连简单的风险 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最后导致创业失败 举个例子 两个年轻人想创业 就凑了四十多万 买了一下当时生意很火的粥店 老板问了一下才知道 这两个年轻人 不止没有相关的行业经验 连口味都不是很敏感 但是粥店毕竟是老店主二十多年来的心血 要不是因为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肯定是不会转手的 所以老店主决定把自己的经验都传授给这两个小伙子 之后就看他们自己的本事了 但是结果可能让老店主痛心了 两个月之后 粥店的生意一落千丈 两个年轻人其实学得很认真 也确实是在按照老店主的方式来经营 但是做出的粥的味道 就是没有以前的好吃 所以你看 这就是对行业缺乏基本认识的后果 没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 单凭一时的冲突和干劲 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好 那相信你已经明白了 为什么第一步是基本认识 因为对行业和所做项目的充分认识与了解 是我们创业成功的基础 那么了解了基本情况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那就是第二步 亲身观察 这里的亲身观察的意思就是 我们需要深入实地的进行观察调研 注意这个观察可不是指冷眼旁观 然后去问问用户想要什么 而是指我们要用同理心去换位思考 真正体会到用户的真实想法和感受 这样才有可能发现用户的真实需求 为什么特别强调同理心呢 因为很多时候 如果你直接问用户想要什么 好多人是说不出来的 可能他们早就已经习惯了那些 不协调与不方便 根本就没有想要改善的情况 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需要我们用同理心 真正的站在用户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发现问题 这也是符合设计思维 以人为本这个核心的 下面举个例子 曾经有这样一个公益项目 赞助方出钱给残疾人做一款 轻巧便携的轮椅 这个项目具体工作是托付给了一个生产商 半年之后 新轮椅面试了 赞助方看到成品还挺满意的 但是等到真正找残疾人 做项目评估的时候 得到的反馈却完全不一样 不少参与评估的残疾人 都觉得这个设计有缺陷 但还是说不出来具体是哪不好 所以他们就建议评委们 干脆和他们一起坐上轮椅走一遍 结果这一走 所有评委回来以后 都知道问题在哪了 所以你看 这就说明了同理心有多么的重要 单纯的靠想象 是永远不可能了解用户的真实想法的 只有亲身体验一下 才能真正的理解用户 才能够发现用户说不出来 但确实存在的需求 好 那相信啊 你已经明白了亲身观察的意思了 也就是在实践调研的时候 要站在用户的角度 用同理心去感受用户的需求 那么下一步又该做什么呢 这就到了第三步 观点陈述 观点陈述也就是通过头脑风暴 或者其他类似的方式 让大家把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用最简洁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 这样才能让大家知道 我们具体是在做什么 也方便后续的第一步讨论 这个应该很简单 相信你平时一定经历过 我就不再举例子了 那就说一下杜少基推荐的 很适合用来做观点陈述的方法 这个方法叫做黄金三十秒 也就是每个人只有三十秒的发言时间 因为时间很短 所以大家一定会用最简洁通俗的语言 把想要说的全部给说出来 这样就能够让其他人立刻理解 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这对于进一步的沟通交流 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相信你已经知道了 该怎么做观点陈述 接下来就应该是第四步 凝聚重点 这个凝聚重点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用以中为史的思路 思考整个设计过程 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 因为经过了前几步之后 我们已经找到了各种信息 产生了各种新想法 很有可能不知不觉的 就偏离了最初的目的 这时我们就需要提醒自己 聚焦重要的问题 然后想办法解决它 那么你可能会问了 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怎么样才能够快速找到重点呢 书中提出了两个很实用的方法 一个叫做一花兽粉 一个叫做不要目不斜视 下面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一花兽粉 所谓的一花兽粉就是指 可以套用不同行业 不同领域的知识 到自己的项目上 从而找到并解决最重要的问题 举个例子 大家都应该用过尼龙搭扣吧 就是那种广泛在雨伞 窗帘 鞋子等东西上的带状搭扣 这个东西可不是精心研发出来的 而是一次美丽的意外 一位瑞士的登山运动员就发现 每次从户外交游回来的时候 身上总是挂满了各种苍儿鼠植物 研究员觉得很有意思 就把这些植物拿回去研究一下 结果发现原来这些植物上长了很多挂钩 就很容易会附在人的身上 而这也是他们传播种子的方式 结果运动员受到了启发 发明了亲人刃又很容易分开的尼龙搭扣 这就是用跨领域跨行业的知识 解决问题的例子 那下面呢要说一说目不斜视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不要拘泥于最初的想法 可以思考一下产品 还有哪些不同的用途和使用场景 关于这一点呢 有一个经典的例子 那就是香港有名的虎镖万斤油软膏 那这个软膏呢 现在是给运动员用的健康用品 但一开始可不是这样 生产厂家最初是定位给老人用的 用于舒缓头晕和胸部不适的软膏 各种宣传包装也都是围绕着老人转 后来负责人偶然发现一笔来自美国的订单 数额还非常的大 就很好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就去打听了一下 这才知道 原来这笔订单的客户 是美国一个本土的篮球队 因为这种软膏对舒缓肌肉非常的有效 这个发现一下就启发了负责人 负责人也当机立断 直接建议老板 索性把定位从老人保健改成了运动护理 结果呢大获成功 这款软膏也成为了一款经典产品 那这就是适当邪式带来的好处 帮助我们发现重大的市场拓展机会 不管是一花兽粉还是目不邪式 本质上都是让我们打开思路 重新发现并解决问题 好相信啊你已经明白 具体怎么做才能凝聚重点了 两个方法 一个是一花兽粉也就是灵活应用不同行业和领域的知识 另外一个是不要目不邪式 也就是保持开放的心态 思考产品的不同用途和使用场景 重新确定重点 那么找到重点后应该做什么呢 当然就是真正的执行 这也就到了第五步 原型制作 这个原型制作也就是把之前确定的最重要的想法 用最小的成本制作出原型 也就是把抽象的概念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 方便大家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交流和反馈优化 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原型制作呢 因为很多时候 光靠说是很难让人理解复杂的概念的 但是一旦做出了一个简单粗糙的实体模型 大家可能立刻就会明白你的意思 这对于进一步的讨论是非常有好处的 举个例子 一家就是把原型制作用到了极致的典范 所有想给家里装修的人都有一个头疼的问题 那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咨询 他们可能知道装修需要多少钱 需要多少时间 但是一定想不出来具体会装成什么样 一家就非常清楚人们的这个痛点 所以索性把自己家的产品摆放成真实的家具场景 让消费者切切实实的看到 不同家具组合的实际效果 这样人们就可以知道具体应该怎么设计了 比如家具应该怎么组合 房间配色怎么处理 灯饰怎么选择等 这样想好之后 自然而然的就会想着直接在一家把家具给买了 那这也就成了忠实客户 所以说我们创业者也完全可以利用简单的原型 来促进团队内部或者和用户之间的沟通交流 这个方法可以说性价比非常的高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原型一定是用最小的成本去做 不用复杂精致尽可能简洁 比如可以用旧海报 纸板 胶带 木头 甚至身边的任何可以使用的东西 因为只需要让大家知道这个概念是什么就可以了 好 那相信到现在呢 你已经明白了什么是原型制作 就是用最小的成本快速制作出原型 接下来就需要验证一下这个原型是不是靠谱了 也就是到了第六步的测试反馈 这个测试反馈也就是要找真实的用户适用产品 收集用户的反馈 再根据反馈进行优化和改进 为什么必须要有这一步呢 因为在商业社会失败是非常正常的 几乎没有什么产品一推出就是完美无缺的 我们今天用的产品大多数都是经过了不断的迭代更新 才变得这么好用 咱们举个例子 宝洁公司曾经请Ideo公司给旗下的牙膏品牌 重新设计一个包装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牙膏的牙膏盖是螺丝纹的 很容易粘到牙膏 一旦粘多了就盖不严了 时间长了就导致里面的牙膏变干 没法再用了 要扔掉一半 那客户当然不满意了 Ideo的工程师刚接到任务 直接大刀阔斧 把螺丝纹牙膏改变成了直接开合的拉盖 以为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但是到了找用户试用的时候 结果却和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几乎所有参与测试的用户 还是会下意识的去拧这个牙膏盖 结果发现根本拧不开 这个时候工程师终于意识到了 人们已经习惯了拧开牙膏盖 所以这种直接开合的设计肯定是不方便的 最终工程师根据这个反馈又重新设计了一下 在拉盖下面加了一小段螺丝纹 一拧就能打开 非常的方便 结果呢 新包装的产品卖的非常的好 在之后的九年里 这款产品为公司贡献了超过十亿美元的收入 那这就是测试反馈的功劳 让我们更清楚客户的需求 并有针对性的改建产品 好 相信到这儿啊 你已经明白了什么是测试反馈了 也就是找真实用户试用产品 获得及时有效的反馈 再做进一步的优化 好的 那下面呢 总结一下第三个重点 设计思维的六步法分别是 第一步 基本认识 就是收集资料 充分了解项目和行业背景 第二步是轻身观察 也就是用同理心去体验用户的感受 挖掘出他们的真实需求 第三步呢 观点陈述 就是简单明了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第四步 凝聚重点 也就是重新审视所有的观点和想法 找到最核心的问题 第五步 原型制作 就是用最小的成本快速制作出原型 方便进一步的讨论交流 最后一步呢 是测试反馈 也就是邀请用户体验产品 获得最真实的反馈 再做进一步的优化 好了 那说到这儿呢 今天我们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所说的重点 首先我们说到了 传统的 以产品为中心的思维 也就是 只专注于提升产品质量的思维 其实是在阻碍创新 因为一方面 它使创业者盲目 跟风模仿 缺乏差异化 很难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另外一方面 它也使得创业者 跟不上用户的需求变化 从而导致创业失败 其次我们说到了 更适合这个时代的设计思维 也就是以用户为中心 围绕着用户的体验和需求 来设计产品的思维方式 因为这种思维方式 能够帮助我们 找到用户的真实需求 从而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最后我们说到了 具体应该 怎么在创业中运用设计思维 那就是六步法 六个步骤分别是 首先要收集资料 充分认识行业和项目 然后要用同理心 去感受用户的真实需求 接下来就是 简单明了的表达出自己的观点 然后就是要找到最核心的重点 接下来就是把之前确定的 最重要的想法 用最小的成本制作出原型 最后一步就是要验证 想法是不是靠谱 找真实用户 试用产品 再根据反馈来优化 直到做出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 相信通过设计思维 你的创业之路 一定会走得更顺畅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